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现在讲解一下format format在BaseSite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工具 它主要用来定义不同素材的宽高比 不同素材的分辨率 以及它们每一种素材的遮伏 水印和mappings就是指映射 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义高清素材它本身的遮伏 以及它的水印 以及它跟其他素材的一个匹配关系 比如说高清跟DCI204858的一个匹配关系 我们可以点击可以查看它的效果 那目前是一个inside的效果 那我可以改成outside 你会发现左边这张图也会随着它而改变 这就是一个mapping的映射的一个最基本的用法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我现在换种方式进行讲解 刚才我们设置的是1920×1080到2048858的一个匹配关系 那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做 我们设置2048×858到1920×1080的匹配关系 那我们的显示分辨率就是2048×858 我们的素材是一个高清的素材 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它的素材的分辨率是1920×1080 那我们如何在2048×858里去显示我1920×1080的画面呢 那我可以选取inside的方式或autoside的方式 来得到不同的显示效果 这就说明format是可以反向操作的 OK我们再讲解一下关于format的一些设置 我们现在新建一个场景 新建一个jaw 然后再新建一个场景 叫format1 2048858 这是我们导入一个素材 这个素材 这个素材是一个ARRI的素材 它的分辨率是2880×1020 我们会发现呢 它的input format还是一个括号的2880×1020 就是说它是没有被定义过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块去定义它的format 是sync format 是drop format 还是global format 我们也可以从直接在format编辑器里去定义 我们先把这个删除 现在打开这个format编辑器 那在global下 我可以去设置新的一个格式 当然我可以在drop下 在sync下可以新建 我个人建议还是用global方式来定义format 因为通常情况下 没有必要设置不同的drop或sync format 因为你现在所定义的sync format 或者drop format 只从属于当前的场景或者工程 那么对于新的drop或者sync 你还要对这些格式进行重新的定义 那我就直接敲2880×1620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新建了一个叫2880×1620的global format 我们还可以新建更多不同分辨率的格式 或者对当前这个进行保存 或者对多个进行复制粘贴 对当前进行拷贝复制 复制成另外一个名字 然后对它进行修改 或者说删除隐藏 我们也可以打开这个持热按钮 打开它的菜单 如果我们有多个base set 联网 我们可以通过第一个命令 调取其他base set主机里面的format数据库 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drop里调出它的格式 它的format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之前导出的文件里 读取这个format 我们也可以重新的载入某一些格式 我们也可以导出某些格式成为文件 提供给其他用户使用 然后这边是关于2880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分辨率和它的代理 代理在目前用的并不多了 我们只是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pixel aspect ratio指的是它的像素比 对于某些是用变形镜头拍摄的素材 那我们需要把它改成2 但是对于这个完全是1比1像素比的话就没有必要 然后mask定义的是它的遮幅 你看我可以新建一个遮幅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2.39的遮幅 然后我一定要把这个数改成2.39 你会看到一个2.39的遮幅在画面上 然后你可以新建更多的遮幅 或者说是删除复制或者从命名 mapping就是之前讲的 你可以跟其他的宽高比速才进行匹配 那我可以新建一个比如说214858 跟它进行匹配 一般来讲是两种方式 inside 和 outside 当然你也可以去手动敲一些数字 比如说我敲400 那是这样子 那我可以reset 上面这个呢是它的缺少是full area 就是整个的面积 当然我因为之前定义的这个遮幅 那我可以在这里面去选取这个遮幅 让遮幅的面积去对应到你的目标 当然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选inside 和 outside 都是一个效果 OK Boring呢是这样 Boring是指水印 那我可以新建一个水印 比如叫做2880x1620 Boring 然后可以加入一些文字 先把这个删除掉 先把这个删除掉 可以从这里面选一些 会用到的一些信息 再加一个 用到什么timecode OK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定义不同的水印 还有包括它的位置啊尺寸呢 还有呢 那个怎么是排布 保存所有的改变 必须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在改变这个format的设置之后呢 一定要 除了save all changes 我还是要把base side的退出 然后再打开 才能确保这个 格式被定义 好 我们现在打开base side 然后再打开之前 那个场景 global format3 然后呢format1 这是一个空的场景 此时我们导入之前的ARRIE素材 2880x1620 然后你会发现呢 这是一个已经定义过的格式 而且是一个global的一个图标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global下有一个2880x1620的分辨率 我们可以 试着 切换成inside or outside 不同的形式 你会看到它的画面发生变化 通常是我们用 outside这种模式 然后我们把画面 改成它原始的尺寸 2880x1620 那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这时候我可以把boring打开 必须要在cursor里边 把它的boring显示出来 那你会看到左上角有两个水印 那就需要位移一下这个timecode的位置 然后我也可以增加更多的水印 或者甚至图像 或者是增加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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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保存所有的改变 我们可以显示一下它的mask 这就是之前我们定义好的239的mask 是增加文字幕 是增加文字幕 是增加文字幕